173 文匯報 晉江新娘出駕黑斤蓋頭回駕衛鋒遊傳 2015年7月15日 中國專題A12A13 福建全州 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城市 宋元時期 中西方海上貿易空前泛榮 造就全州象海星中萬國霜 市井片報十州人的東方第一大港聖景 自同代以來 沿海上絲路到全州的阿拉伯人 波斯人樂役不絕 自宋元明三朝 全州已成為他們在遠東的最大聚居地 當地晉江新娘出駕頭帶黑斤 至今仍受伊斯蘭維蜂影響 阿拉伯後裔被梁堅挺 速落衰湖 一看就知是二族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黃瑤英全州報導農曆正月初五 是福建省全州進江市小黃姑娘的大喜日子 凌晨五點他就起床梳洗打扮 穿上大紅喜憲的戒衣 村女年長的戒衣拿出細線給他開臉 中國古方美容法 去隨面布漢毛等 之後髮型師給他上頭 搬頭髮 做完這些 旺媽媽給女兒披上黑頭巾 送他到門外 等候已久的新郎迎親對五才援門離去 當地長者告訴機者 有別於福建大部分地方的紅頭蓋 進江新娘出嫁基本都市頭戴黑根 這時受伊斯蘭文化的遺風影響 五萬亞裔聚居被梁挺落衰胡丁家的鼻子 蘇家的鼻子 阿拉伯後裔 全州市海外交通市博物館館長丁玉玲子同志 頗有特色的鼻子少喬 I 蘇姬者 確實 與全州人的塔被梁比起來 丁家的鼻子讓人印象深刻 被梁堅挺 鼻頭飽滿 而在全州市為安縣白旗回族鄉 不少人一看就像二族 被梁堅挺 頭髮拳曲 落塞胡子 丁玉玲介紹 至今全州市環省居光飛與多米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後裔 多爾丁、郭、金、馬、王、趙、白、蒲等為姓 其中以丁氏和國氏為主 佔全州回族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左右 相對集中居住在晉江陳帝和慧安白旗兩個鄉鎮 丁氏辦開齋節不忘祖先規制 為陳帝丁氏是全州莫斯林後裔中的最大家族 現有二萬多人 其祖先丁節齋於公元十三世紀自蘇州到全州京商 並取全州本地姑娘為妻 原陳帝回族使館館長丁同志拿出陳光丁氏族普級記者看 這本族普視丁氏第十代丁顯下賺於明代萬曆年間 族普的祖教說內在有丁顯下年幼時所見到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儀式 從飲食習慣、穿衣打扮、喪葬禮藉等都造出了明確的規定 具有明顯的伊斯蘭家文化特徵 具介紹 陳帝丁氏每年都要舉辦兩大牧師臨節日開齋節和古爾邦節 規制非常嚴格 在開齋節的這一天 族人們早早起床 然向 沐浴更衣 戴上白武道清真自作禮拜 靈天雅軍《港京》報道 已是北王祖先 國士嚴守桑藏鵬古蘭經開路從陳帝向東北方向不到二十公里 便是泉州灣北岸的國姓慧族最居區白旗鄉 國士家廟館里祖祖祖掌國邦艾告訴記者 數百年的民族融合使得白旗鄉白姓如今的生活集足與周邊看族白姓區別不大 但是死後回歸稱真是族普類記載的 也是白旗鄂金還在傳承的維素不多的穆斯林傳統之一 老人臨去世前 就不能吃飯 家裡的兒孫也不可以吃任何含豬油的食品 死後的貢品都必須是清真食品 餐具也必須是乾淨無用過的 以前出殯儀式會請亞軍來主持 但是現在亞軍比較少 但還是會再出殯隊伍的最前排手捧古蘭經開路 國邦藝術、此外、祭祀、喪禮、分族等重要節點 白旗回族禮族都與漢族景異 比喻拜祭祖先時 不能點放鞭炮、蠟燭 只能敬獻花束、花藍 安達特特部361度港交所龍潮進江陳迪是 全州阿拉伯人後裔的最大罪居地之一 作為福建省第一經濟強震 綜合經濟實力連續十多年為列全省白強鄉鎮榜 這與阿拉伯人後裔的丁聖回族企業息息相關 安達、特部361度等眾多在港上市之名企業 就是來自陳迪這片神奇的土地 三家企業被坊間並稱為港交所的丁聖三皇朝 古從阿拉伯來今到阿拉伯去 從阿拉伯國家來到阿拉伯國家去 阿拉伯人後裔 斯蘭集團董事長丁中人士晉江陳迪回族企業家 他說 歷史上 祖先從波斯灣一帶運來大量香料等特色產品 又將中國的絲綢、瓷器等運到波斯瓶 從歷史到現代 這是一種文化的延續、根的延續 據丁中人介紹 斯蘭集團正在打造以供應鏈為主業 物流服務、金融服務為兩億 服務於眾多實體企業的服務平台 一帶一路戰略將激發更多中亞企業的經貿合作熱情 據其介紹 斯蘭集團已經把企業的國際貿易佈局 附置多個阿拉伯國家和地區 記者了解到 海上絲綢之路及全州流下了阿拉伯後約數萬人 一帶一路構想使全州迎來一次千載難逢的新機遇 據全州市商務局最新數據顯示 2014年 中通成為全州第一大貿易夥伴 也是全州出口增長最快的市場 增幅達27% 定是回營池塘融合回漢文化百問 中文商與標主的建築物 浸江市伊斯蘭教協會附被舒丁偉峰告訴記者 小時候村裡的雜貨店門版是用阿拉伯字母來標主的 他好奇地問夜夜 這些是什麽字 我怎麽看不懂 夜夜說 這是阿拉伯文 是老祖宗流下來的文字 紅色代表血牌位七綠色在廠房林立 街巷中環 居水馬龍的陳帝岸兜村 有一處安靜而獨特的建築 他將伊斯蘭風格與傳統敏南風格相融合 這便是陳帝丁市宗池 福建省內歷史最悠久 規模最宏大 保存最完整的回族池塘 漫步在宗池內 記者真切地感受到回漢文化融合的痕跡 宗池此建於明永樂年間 狼縣式的建築形式 市宗池整體佈局情回字形 又有意思的是後電東北角削角砌足 市回字口部更與漢字書發轉各頓不像形 這正是丁市回族把民族意識 融入宗池建築形式的體現 記者在池塘裡還漢到一個有趣的現象 池塘裡擺放的仙人排位都七成六式 原陳帝回族使館館長丁同志說 岸祖祭回族是不能放仙人排位的 那時候受漢文化影響就擺了排位 但是穆斯林認為漢族傳統用的紅色是血色 有所禁忌 所以就七成六式 海獅起點之一 匹比亞歷山大港全州位於中國東南沿海 唐五代從阿拉伯人種刺童樹 花開時積全城燦藥雲下 亦別稱刺童城 是宋元時期中國海外交通貿易重要港口 海上絲綢之路起點之一 周南有海後無窮 每歲做周通異域 早在公園六世紀的南朝 全州就與南海諸國有交通往來 唐代 全州成為中國四大對外貿易港口之一 南宋 全州與廣州同為中國最大外貿口岸 元代 中國對外貿易重心轉移到全州 由是全州港進入鼎盛時期 與世界近百個國家和地區商貿文化交往密切 影響力可與亞歷山大港匹比 國內外商股從全州運載絲綢 瓷器 茶葉等貨物往他國銷售 從他國運來香料 藥材 珠寶度中國貿易 全州港呈現出像海星中萬國商的繁華景象 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撥羅在旗遊記中盛站 似同港市世界最大的港口 胡椒出口兩奶百倍於亞歷山大港 千年清靜至回蕩陀陵星創建於北宋大中長赴兩年 公容1009年 的全州艾蘇哈普清靜至 在源至第三年 1310年 波斯國切拉紫城 金伊朗南海岸 人艾哈密特 本 穆罕密特 賈德斯 重修礦建 仿聚里亞大馬赦格伊斯蘭教禮拜堂形式建造 是中國現存最早 獨具古阿拉伯伊斯蘭建築風格的清真古字 阿拉伯伊斯蘭建築據全州市海外交通 市博物館館長丁玉琳介紹 雖然清靜至增租破壞 但至今仍保留很多伊斯蘭教的痕跡 通往自內的勇到由尖拱門組成 兩門之間的頂部 是圓球藏組頂式 下部圍洞門 門樓頂部的平臺是月臺 都是傳統的阿拉伯伊斯蘭教建築形式 在北牆左右陷有二封陰黑月 臺石黑 為伊斯蘭教徒齋月用以望月以便確定起齋日期 在東牆壁坑內也有黑柴 阿拉伯文的古蘭經經名石黑 保存原好 2007年 阿曼國王捐支五十萬美元擴建全州清靜至新禮拜堂 於2009年落盛 其營製與歷史上的鳳天壇相訪 仿伊斯蘭文化風及建築 在室內大廳標高4.300米處安裝清草石浮標古蘭經文 並且如果您有馬上的社會